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提案 下一個提案的分享者是Gavin 然後他的專案是公民守護山芋 那我幫他開一下 我幫你開一下那個 這個嗎 OK 好 那我們時間就交給你 大家好 我是Gavin 這個公民守護計畫 其實它是使用美國軍方開放的一個軍事軟體去做的 然後我們來談 在山區 非常大的比例是在通訊是會有問題的 下一張 我們看到不管是哪一家電信 在中央山脈或者是靠中央山脈附近的縣市 它收訊區域一定是會有問題的 我們以兩個案例 滿月園那個科技副總的案例 它是找錯路 到今天為止 那一天找錯路的 進去的路 它還是沒有被做那個路標標示 等一下 通訊差異 它是用一種開源的Mesh的方式去做通言 就是你不需要所有的點都有網路 你只需要做很簡單的 開源硬體做Mesh的建置 你可以是在人身上或者是部件在那個節點上 那個至少可以5到10公里一個節點 說在山區通訊時角會比一般的方式好 我們主張 其實現在在山區打卡是非常熱門的 再來大部分人都沒有聽過山進的路標 其實在國外它是有一個標準 在台灣其實現在已經有意識有開始滿多 那個所謂的山域的協會在推廣 如果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把座標直接定時回傳 就可以在後台或者是Telegram機器人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如果有部件的話 在搜救或者是你失聯找不到人的時候 可以快速在通訊軟體去做回報 但是如果說你去的區域你有裝置了 這個裝置其實不貴 如果你自己DIY成本大概1000多塊 如果去找人做 在全球做Mesh這樣的應用 從沒有網路的亞馬遜流域 到我們現在 歐美很多其實在山域推廣的國家 他們都有做這種設備應用 如果你身上有掛這種裝置 很簡單用無人機 只要定時在區域去做搜尋 其實它的搜尋機率會還滿大的 這個我們參加比賽 那個被笑稱說 為什麼軍無人機可以拿出來講 並不是它是結合上面 那個軍事的無人機應用的軟體在上面 就是第一張圖 你看到一般你看到我們的三進步道 就是左邊第一張圖 右邊那張圖 它可以很即時的 不管是你在飛的人 或者是你搜救人員 可以很仔細的看到你的路徑 以及你可能飛機是紅外線 它可以等級夠 它就可以穿越看到你的人的足跡 甚至如果你不是活物 它可以看到一些形狀 下圖是 實際你可以在登山路線 可以支援說 現在目前台灣可以使用到的圖資 包含付費或 甚至連軍事的圖資都可以去使用 這是比較特別的 題外話我都拿它來做導航 我們大部分導航可能就用Google電子地圖 或者是Apple的導航 但是如果一般我們都用Google的導航 但是我用它來導航非常好用 正常我們就是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需要開發的程式 你需要用Google才看到的車流流量 也沒有塞車 用這個東西 你再結合OSM或乳地圖 就像左下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所謂等高線或什麼都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人的導航 或者是你的運輸工具的導航 它都做得到 這是我們的案例 其實你看到它不是一張做出來的圖 你看到那個藍色的點就實際可以非常即時的 它是所謂去中心化 你可以是在同一個Local的網路 你可以是傳統的網路或者是Mesh的網路 你只要有辦法自己自主網 搜救人員或者是我們剛提的打卡 在那個飛機的位置就會直接搜尋到 不管是你打卡或者是用Mesh裝置 現在的科技都做得到 只是說這個科技一般 它不是商業的 它可能是說你需要了解動手做 就可以達成這樣的成果 現在ABCDE 除了E以外 E以外是可能在台灣地區會聽得到的通訊裝置 E以外全部支援這個軟體架構 差別只是說一般人有沒有去用 第一是美國用最多的E衛星裝置 這是我們的提案 謝謝 謝謝 謝謝